如果说连法院 都不愿意判Net赢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个东西有多荒谬 因为有些例 当初Net就是在 在西门町红楼这样 搞科比搞了五年 所以同样的事情 他只是再做一次 准备这样搞卸国粮 花九千万再搞卸国粮一次而已 可是这不能拿来 当罢免正当理由 因为你本身就是违法 现在Net就故意要 恶心基督市政府 九千万你不准给我动 所以本来有个大平台 可以大家做人车分流的大平台 所以变成是说 你是个 你要为了挺违法 所以你要去罢免 现在的基督市市长 他是不是真的做事 做到的时候 他应该被罢免 那他罢免他的理由是什么 如果没有道理 何必去做这种很无聊 很浪费社会资源 很白痴 而且根本不对的事情 不合法 不合理 没有必要去发动罢免 也不符合比例 任何比例的原则 如果你认为 柯文哲是 民不正言不顺的被羁压 那谢国良 就是民不正言不顺的被罢免 大家还记得 当初Net的事情 其实老师讲 Net的事情 这就是论述出了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当初Net 那时候闹得很厉害 闹得好像变成 Net东安门一样 Net东安天安门一样 那种好像说 哇 我把锁敲掉了 我看着坦克车进去 把锁敲掉了 然后后来最后面 你记得最后面 最后面是谁出来讲话 讲到说 我们觉得 哇 这真的是政治 这个真的是没有上限 最后出来讲话 是副总统萧美琴 你就知道说 这整个是一个政治攻击 对 那现在我们更坐实 这是政治攻击 可是现在 因为如果说连 如果说连法院 都不愿意判Net赢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个东西有多荒谬 太违反常识了 因为有先例 当初Net 就在西门町红楼这样 搞科比搞了五年 所以同样事情 他只是再做一次 准备这样搞谢国良 花九千万再搞谢国良一次而已 可是这不能拿来当大免 罢免正当理由 因为你本身就是违法 对 所以变成是说 你是个 你要为了挺违法 所以你要去罢免 现在的基督市市长 而且你罢免他的方式 就跟四叉猫去霸凌 去霸凌小草方式是一样的 那你会 我们会觉得说 这个这种不公不义 这种恶霸霸凌这种事情 我为什么让他向去 我很多人 我最近因为我们基督选举 我选举的方式比较累 可能一周听都说 我选举方式比较累 我都站路口 对 我都一个人站路口 我也不会 我就大家拿一个牌子 我一个人站在路口 就在那边直接 就上面写我不同意罢免 要跟大家打招呼 反正只要曝光度而已 只要曝光度知名 我本来就有点知名度 曝光度高 然后有没有支持度 有没有好感度 至少我在那边 不见得一定有好感度 可是我不会吵到人 我正在站在路口 他跟他打招呼呼 这样就好 那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会 很多人跑来跟我讲 你干嘛那么累 因为我相信 因为我认为 这是不对的事情 对 我不能对柯恒者 现在的事情 完全的表态 因为说真的 这东西还有很多疑点 我们要去厘清 是 但是对国粮这件事情 我可以完全表态 因为法院已经判出来了 法院判出来了 而且我为什么要容忍 人家人来 外人来霸凌我基容人 是 我为什么要容忍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来蹭声量的知名的网红 来霸凌我基容市市长 因为他不能反击 我们都讨厌霸凌 我们在学校都看过 人家被霸凌 我们那时候 没有自己站出来 因为我们说 会不会下一个轮到我 错 你不站出来 下一个一定轮到你 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有时候 比较欺骗 我会站出来 不要拿我 不要这样 这有什么好玩的 算了 算了 我会把他劝开 而现在我又站出来说 这样太下山烂了 真的 你不能因为说你有声量 你在网路上没有 在网路上找不到人 你就可以随随便便 这样去霸凌别人 这个东西我不认同 我昨天好像是 林嘉欣吧 他写一篇有关说 柯文哲妈妈被 被人家网路 被霸凌 我也直接就说 我介意我分享一下 我也直接分享 这种私人专业 因为我不认同这样的作为 什么时候民主法治 什么时候在台湾 中华民国上面 我们可以容许这种恶意霸凌 容许这种侮辱 容许这种 因为觉得很好玩 因为我欺负你不敢怎么样 因为你有公共形象要顾 所以我可以 尽量欺凌你到底的事情 让他继续下去 这种事我受不了 我觉得台湾国 那个真的很过分 他突然可以闪现一个路径 然后在那边 直接当场 当然你表达意见没有问题 但是你去侵略 侵犯人家 你知道大家 援助型好不好 每个人战役是有援助型的 你连个人的 连肢体都冲进去 我必须讲 其实我脾气没有很好 你感觉出来 我那天 其实台湾国 他们后来又来 基雄放水灯 基雄都会放水灯 7月15 然后那天国粮就说 佩晓 我都习惯陪我们 林姓中庆会去 陪他们小朋友走 那个跳舞团 那天中午 国粮市长打电话 佩晓你陪我走一下 我们从市政府 主要管理 跟他打招呼好不好 说好 我陪你走 我就走 然后就跟他打招呼 大家都蛮开心的 大家蛮支持 然后就有人 就是那个台湾国 就冲出 就冲出 在闹啊 跟烧啊 我脸色就很难看 我脸色非常难看 差不多 我觉得现在 会非常难看 因为这表情就差不多 我517之后 民进党的委员 都不跟我讲话 因为我脸色就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 这不能 齿风不可掌 所以说 我那个表情出来的时候 然后我那时候 申请随护 因为我随时 517之后 随时都会 可能都会出事 因为你不知道 是我有什么风质 跟你怎么样 没错 然后我的随护 很直接的 跑去他们旁边 保护他们 因为 他之后 他说 他说 美丸 我吃怕你 我吃怕你 受不了 我就打 不是 因为我觉得 这太过分 你不能因为说 人家不能反制 人家不能反应 人家 没有人被欺负的时候 不会生气 没有人被欺负的时候 不会觉得委屈 没有人被欺负的时候 会没有负面情绪 你就是 可是你们这些霸凌的人 霸凌的人 一些网路霸凌的人 就是要激起人家的负面情绪 来满足你自己的神量 满足你自己的需求 忍血馒头 那为什么我在基隆 要忍受这样 人家对我的基隆是市长 凭什么 就三个字 凭什么 所以就是为什么 我会站出来的原因在这里 而像这样的人 像我们 像我这种想法 其实越来越多 本来就是不顺理 本来就是民不正 也不顺的霸凌 的罢免 现在变成是一个 人家觉得好玩 然后就可以来对市政 指手画脚的霸凌 人家觉得你不能反抗 所以我来欺凌你没有关系 我为什么在10月14日 为什么我要是 永远这样的存在 所以我说我很早很早就说我反对罢免 那现在变成不同意罢免投票 好我不同意罢免 因为我真的不同意 这种事情应该要杜绝 那我有一个疑问 就说现在小草的一个能量高 那有没有可能 这个会去影响到 基隆罢免投票 是对于罢免比较有利 还是对于反罢免比较有利 因为其实前几天我有看到 小草的KOL 就那个陈秦茂 他就有发表说 钟小平游赎会 你们这样子会影响到基隆罢免 当然言下之意不言可遇 对吧 就是简单来讲 就是说你这样子变成你拦着在打小草 不是在打小在打磕 所以这样的话 小草就会去投罢免谢国良 但我是觉得是扯太远的 但是回过头来 其实以昨天游行的感觉是 绿的霸凌白的更严重 而且昨天直接就 我直接讲 统解一体 老实讲 霸凌人的人的心情 一兄你知道是什么吗 为什么有人会去霸凌人 爽啊 因为好玩 对 因为爽 因为我会对你无所 我可以对你什么事都做 但是你不能拿我怎么样 呵呵呵好棒哦 这就是霸凌人的心情 那老实讲 霸凌国良的人 不见得全面都是民进党 有些人是为了 就是好玩 因为我可以霸凌 我可以欺负一个金融市市长 我可以对他指手画脚 可是他不能对我怎么样 我好爽哦 很多这样的人 对 然后刚好就被政党利用 所以你说 老实讲 我不敢讲说钟小平 因为小平跟我跟他不熟 淑慧跟其他的一些党籍议员 他们要做的事情 如果他们违反公平正义 如果他们没有证据 欢迎大家去告他 对 但是不要去做这种情绪勒索 你这样情绪勒索 跟带清德做情绪勒索 抗中宝台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这种不识感很强 就是那种 你这样乱连结 然后这样去情绪勒索 乱先连 今天我们讲的东西 如果今天 如果我站出来为阿伯讲话 也是因为司法不公 某个程度上 他是被司法霸凌 甚至这样讲 他已经被媒体霸凌了 他已经被网络霸凌了 对 那国良之前是谢国良 那谢国良到现在 还是被媒体跟网络在霸凌 对 甚至被一些 奇怪的基隆市议会的 清律的议员 在讲奇怪的事情 对 那有哪些人有讲 哪些人没讲 我很清楚 哪些人只是想出来说 趁这个机会趁火打球 我也很清楚 那说真的 大家都知道 没有关系 反正走过必留下痕迹 郝富跟我讲 郝龙斌跟我讲过一句话 我很喜欢 善恶终有报 苍天饶过谁 那我们以后再看 但是针对这个事情来讲 我相信 我相信我相信的 我相信一个 我相信人 是有尊严的 我相信人是有反应的 而且我相信 一个政治人 好好做事的人 是不能被霸凌的 所以我不同意罢免 没有错 他是谢国良 所以我认识三十几年好朋友 但是除此之外 他永远在做事 他是不是真的做事 做到的时候 他应该被罢免 那他罢免 他的理由是什么 如果没有道理 何必去做这种 这种很无聊 很浪费社会资源 很白痴 而且根本不对的事情 那你之前站出来的理由是什么 站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说 因为我要满足政党的利益 我现在除了满足政党的利益之外 我想不到更何 任何的理由 没有错 电动机车的政策 有很多争议 但是有没有人去领 有 当初电动机车出来的目的 就是希望帮年轻人 能够说起步的时候 至少在通行上面 轻松一点 对 就是这样 甚至电动机车 申请度不够的时候 国良也跟我谈过的时候 沛翔你跟GoShare 他们是怎么做的 能不能说我们用电动机车 代替U-bike 在基隆使用 因为他也跟我讲 基隆多雨 基隆山坡地又多 你总不可能叫那些 老五六十岁老阿嬤 还是老阿嬤 去那边骑着脚踏车 上山坡地吧 那个多累 而且又下雨 很容易就坏掉 那我们来把电动机车 把它设计好一点 去做最后一里路的转程 那也是好事 那现在这些 这些绿的议员 我不知道他们在反对什么 这些预算是你们过的 不要讲说 这蓝的强度观山 你们可以不过 而且你们可以说服 如果你们真的那么有力 真的那么有力 真的那么有理想 有抱负的话 议长是你们的人 对 你们副议长也可以说服得了 五党籍议员也可以说服得了 为什么不去说服他们 为什么一天到底 在放马后炮 我当过市议员 我直接呛过李又昌 对 我很多事情 我如果不对 好的事情的话 赶快泡泡啊 不好的事情 我也不用像龙改 一生监督你一人 我觉得我不要做的事 可是不好 好不好的事情 都拿出来讲 那你事后事后放马后炮 来的啊 去做攻击 电动机车 基本上来讲 没有一个市政规划 是做完一年之后 就马上验收的 有啦 李又昌的那个什么 产业博览会 最后面 代可来基容多少 30万吧 我问过啊 产业博览会 根本没有回来 回来报告过啊 只有一个 本来新风机器 去大陆 拿了订单回来 所以你看 产业博览会 做得不错吧 我就啊 结果是大陆订单 对 谢谢 所以我觉得 不要去扯那么多 你要搞政治斗争 你就直接讲 你直接讲 搞不好 人民会对你 比较好感 你这样摸摸 偷偷演演的 为了自己 想自己 自己想选 想补选市长啦 然后甚至想说 再进一步 看世界国阳 这边能够过关之后 是不是能够掀起 全国大罢免潮 把国会过半啊 这些事情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些阴谋 你这些阴谋 其实不用讲这么多 就直接来 你如果把阴谋 阴谋变阳谋 或许你的对手 还比较容易 看得起你一点 那我问一个问题 小草在这一波 被民进党强输出之后 他最终在 罢免的一个导向 会往那边走 你自己观察 看似什么样的小草 本来就绿的小草 继续罢免 应该是这样讲 有些人不会认错 就算本来他知道错了 他不会认错 反正 我投票 你不知道我是谁嘛 我错就错继续下去嘛 因为好玩嘛 我本来觉得很好玩 我们这群朋友 一起去吃饭 一起去 一起去基隆港吃东西啊 你看有人支持我们 我们多请 以前没有人管我们 现在有人管我们 那我们现在是个咖啦 那我何必 你又不知道我是谁 我何必去反 去反 去回来去 这个反过来说 做我本来不是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 可能真正的相对来讲 比较 挺克的 挺克的小草是说 真的不对劲 因为民不正言不顺 如果你认为 柯文哲是 民不正言不顺的被羁压 那 谢国良就是 民不正言不顺的被罢免 所以不能让他们 这个情绪感觉是会有延续性的 以目前我的感受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 我觉得是顺理成章 如果说今天 老实讲还是回到民进党的乱权 跟错误的作为 如果今天执政党的做法是 合法 合理 必要 符合比例原则 完完全全 做这公务员的法则 我相信今天反弹不会这么大 但是他们合法吗 老实讲合法性就很有问题了 合理也不合理 你们必要去站座 根本没有必要 根本没有去把他 必要积压起来 符不符合比例原则 你跟我讲哪一条符合 合理原则 现在目前 不要讲他未来 进化城的案子怎么跑 现在来讲 那哪一条符合比例原则 同样的 国务院这边也是一样 不合法 不合理 没有必要去发动罢免 也不符合比例 任何比例原则 就是硬把个东西 那个广告 就随便乱发 随便乱错 乱去蹭人而已 而且Net还去支持 罢免团体 他的律师 他虽然说 我没有直接介入 但事实上就是介入了 不然你怎么可能 会用这种律师 你的律师跑去 你会说 我现在在跟你打关系 你是有相关系的 你怎么可以去这样 我觉得Net的那个做法 我会觉得 如果Net这个案子 能够最后面 能够翻盘成功的话 我会很认真地 劝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台北市101上面 记得去上面 去盖个帐篷 那整栋都是你的 而且还不敢 还不敢参你的帐篷 朋友都知道 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判光清爽高防晒凝露